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殊菩萨所说的寄宋 第二首 若有见证诀 谢陀利诸漏 不读一切事 彼非正道也 这是第二首 第二首 那么诸位仔细看一看 这手机有没有问题 若是假设 假设有明星见星 有一个人呢 正得了 法身菩萨的国位 血图 利诸漏 就是断了烦恼了 烦恼断尽了 他正得 大自在了 不读一切事 不读一切事件法 他都不执着了 这我们在经上常讲的 不分别不执着 在九法界里头 没问题 这个讲法是正确的 但是在云顿大法里面下呢 这个说法有问题 你看最后 彼非正道也 他没有正道 为什么 我们看看 清凉大师的读解 看大师是怎么样 给我们介绍的 读解里面 为菩提 体得了 超级一切 大师 举佛迪论 来说明 佛迪论 明 佛 非漏 非无漏 夜阴于世 非浊 非无浊 今内见佛 内立住楼 外不住市 在游乐 在游乐可离 游是不住 游乐可离 取舍未亡 此间为礼 故非道也 正道言者 无分别故 这几句话 说得很明白 菩提 一致体 就是真心 就是本性 本性 不是物质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 它是一个能量 是一种能量 这种能量 是宇宙的本体 不但一切物质 是它变现出来的 非物质 也是它变现出来的 什么是非物质呢 虚空不是物质 虚空也是它变现出来的 佛法里都常讲 虚空法界 法界 就是我们 现代科学里面 所讲的 不同 唯一次的空间 在佛法里 成为法界 这里面 插图 插图我们今天讲的 星球 星系 星球里面 所有一切的生物 与我无生物 这就全部都射净了 从哪里来的 自行 显现出来的 而且是自然显现的 一切有情众生 无情众生 深入万象 跟自己是一体 所以 所以 能一切的 我 这一切有情众生 是自然的 它是一切的 超越一切 不但超物质 也超飞物质 说什么都说不上 它是一切的 本体 这一句是 总说 佛法里面 我们学习 终极的目标 就是回归自行 把宇宙万有的 本体 找到 这一门功课 就圆满了 才是真正的 毕业了 这在佛法里面 他的果位 就是佛陀 更如同 现在大学里面的学位一样 最高的学位 博士 在佛法里头 最高的学位 就是佛陀 所以佛陀是学位的名称 人人都能成佛 人人本来是佛 你看看 这多公平 真正的平等 菩萨 不是神仙的 你把它看成神仙 那就完全错了 佛不是上帝 上帝只能有一个 不能有两个 佛的无量无边 就好像这个学校里 博士班 前几天 我们参加 昆斯兰大学 和平研究所的学生毕业典礼 我们看到 博士班毕业的学生 二十多个人 说四 学四 那一天总共好像有四百多人 所以人人人都可以成佛 上帝也可以成佛 上帝是政治的领袖 他也可以在大学 来一个博士学位 所以佛教是教育 他不是宗教 佛教里面也有神 那神都是护法的 都是来当义工的 那些神里面呢 也有不少拿到学位了 那神里头有罗汉 有菩萨 也有佛 那佛是道价自行 所以应于什么神 神得度 他就信什么样的神 佛法里面 这些四项呢 我们搞清楚 就没有迷信了 这个一定要懂得 那么佛定论上说 佛 不能说有罗 也不能说无罗 为什么 谭经里就有一句话说的好 有罗无罗是二罗了 二罗就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罗 这是六族 大福音宗的 你们想想这个味道 六族是真的无罗 因宗法是问的 不是问这个 有罗无罗 他不是问这个问题 他问的是禅定写脱 能大致回答 禅定写脱是二罗 二罗不是佛法 不是佛法 没觉 佛法是大扯大悟 你还有分别 你还有妄想 你没觉悟 那你看看 你提出来的不是有妄想分别吗 分别执着 你没有觉悟 觉悟的人什么 觉悟的人分别没有了 执着没有了 妄想没有了 试问问 你还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利妄想分别执着 那这个才 你才能见四十真相 四十真相 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可思不可以 大臣经上讲 言语道断 心心除灭 心心除灭 就是没有起心动念 在起心动念之处 消融了 不能说 说不出来 古代的一个比喻 如人饮水 能暖自知 你喝一口水 这水热不热了 你说很热 他没有尝过 究竟热到什么度数 不知道 那你说不热 不热到多少度数 也不知道 必须自己亲自尝一口 就明白了 说不出 所以 凡是你能够思维的 凡是你能够想象的 你能够说得出的 都落在相对里头 在佛法里面 我们讲圣 圣的反面是反 佛的反面是众生 菩提的反面是烦恼 智慧的反面是愚痴 都是对立点 对立点如果没有了 你怎么说 说不出 所谓是开口便错 动面皆怪 只可议会 未可言传 这是真正的道 你怎么能说得出来 那么现在这首记子 若有见正确 那有见就有无见 有泄脱 那就有无泄脱 那只不做一切事 那一切事有 你不过就不做而已 你还有做还有不做 所以说取舍未亡 取舍未亡是 你的妄想执着还没放下 所以 这些思想 这些言论 违背了信德 何以故呢 信德里的这些东西 统统没有 六族会能在坛经里就讲 本来无有 何处也成爱 亲近心中 就是你的真心 真心里头 什么都没有 你要是执着 真心里头 什么都没有 你这个话错了 为什么呢 你的真心里头 所以有一个什么都没有 此间为理 所以 顾非也道也 你没有见到 为什么呢 正道言者 无分别 真正正道的是什么人 真正正道的时候 没有起心动力 没有分别 没有之处 无论是宗门教下 乃至于念佛人 念佛念到什么程度 念到礼仪心不乱 那就是真道了 礼仪心不乱 跟禅宗里面 大车大乌 明心见心 跟教下 大开元节 是同一个境界 这个境界 在华言里面 就是 原教 粗诸 菩萨 发行住 我再跟你说 这菩提心 这十几年来 我们常讲 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正确心 慈悲心 真有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名字 没有 有没有这个分别 没有 有没有这个执着 没有 有没有这个念头 没有 但是 你还有这个心 可以震得 我现在 得真诚心 我现在得清净了 五 你看 你看 你四项 没处 二 你还执着 五项 人项 众生项 受这项 你还是 凡夫 一过 没脱离 你没有 你没有离开 妄想分别 之者 换一句话 说 你依旧用的是 心意识 用心意识 就是反复 就不是 圣人 利心意识 心 不露印象 阿赖也是 不用阿赖也是 不露印象 第七识 摸纳是执着 你不执着 不用第七识 第六识是分别 你不分别 所以你 不用第六识 不用第七识 不用第八识 转八识 臣四肢 你是不用它 就转过来了 这个东西 就在日常生活里头 要真烈呢 真干呢 那你就是真正是佛 你在这个世间 叫游戏神通 你真正是佛 你真得大自在 与一切法 确确实实 不分别 不执着 那么 那么 这个话 这个话我们听得不懂 一个字没有说 说了四十九年 天天都在说 他真的没说 他要说了 他就有分别 妄想分别执着了 那叫无数二数 说二无数 没说一个字 没有动一个念头 那他说的那些经算什么呢 那些经叫随顺众生 你们众生叫这个 哦 这是一支笔 我也拿起来 这是一支笔 这是蓝色的 是你们有这个分别之处 我随顺你的分别之处 我自己拥有了 没有 诸佛如来 菩萨罗汉 硬化在世界 就是这样的 恒顺众生 随起功德 你要不顺他 你就没有办法帮助他觉悟 没有办法帮助他回头 这个叫做善巧方便 佛菩萨 他们能做到啊 他们确确实实 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 没有起心动念过 就像我们敲键 就像我们敲钟几鼓一样啊 这是佛经上常常师尊用这个作比喻 大扣子 大扣子大名 小扣子小名 不扣子不明 你扣他 他名 他有声音 他那个声音 那个反应 他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没有分别 没有这种 如来菩萨 为一切众生 实现说法 就跟中古一样 众生扣他 那叫感 他的印呢 感印 众生有感 佛菩萨就有印 感是有心的 印是无心的 有心就造业 无心不造业 所以佛跟大家讲法呢 用一个方便的话来说 这佛是诸佛菩萨的敬业 实际上敬业也不用 为什么说敬业呢 因为你们凡夫造的一些 说燃业 佛菩萨什么都没有造啊 哪来的燃啊 燃尽都没有啊 有燃才显尽啊 有尽才显然啊 他是对立点 一个没有了 那一边也没有了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很多很多话了 佛是不得已而说的 你千万可不能知识 一知识 你就错了 那么这手机 如果要是在九法界里面呢 正确 一点错误都没有 在大臣原教就讲不通了 哪有这么多废话了 哪有这么多知见呢 这些地方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去观察 这手机 是反显 从反面显示 菩提 超秦 正确就是菩提 菩提是凡于 英语 菩提 翻成中国意思 就是正确 菩提 是菩提 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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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加个正 与信德 完全相应 如果与信德 相违背的 那个菩提 那是邪菩 我们叫邪知 邪见 那他是与 道德 完全相违背 那个要造罪业了 这个正确是功德 成就无量功德 九法界里的 可以这么说 没错 你说邪陀 利益诸漏 九法界限 二臣元 全家菩萨 把八十八平 见货断 把八十一平 私货断了 有能断 有所断 有能有所 没见性 能说 不读一切世界法 我在一切 这个世界法里面 不分别 不知足 九法界里的心 讲得通 一点问题都没有 没有过失 在一真法界就不行 你要有这些知见的时候 你决定没有办法 正的一真法界 那个正一真法界 这些知见通通没有了 所以前面讲 所以前面讲 任运的 自然的 没有一点点意思在里头 有一点点意思在里头 一真法界 就没有办法求 你还是在九法界里头 一真法界 法神 菩萨 如是 我们现在 明了 在金刚经里面 佛举了例子 小臣 出谷 虚头 我们原先 总以为 金刚经是 法神菩萨的境界 也就是 原教 出渡菩萨的境界 不是小臣境界 但是 佛在经上讲 虚头环 已经不做 真虚头环的相 这个我们念了之后 感到非常压抑 小臣 虚头环 就不执着 断正的相 这个希望 然后好好再想想 他真有道理 他如果要执着的话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 证得 出谷 出谷是圣人了 反复才有执着 有能证 有所证的 能锁这个念头 断掉了 这才叫真的是圣人 所以 我讲金刚经的时候 跟诸位同学们说 四圣法界 这九法界里头 四圣破了 因此 小臣虚头环 不执着 朕虚头环 这才能超越六道轮回 生到四圣法界 四圣法界是相思为 在这个里面 耿尽一步 把四界也断 这才能脱离 十法界 其如一阵法界 滑脏根极落 四相思见 统统不聊 我们换一句话说 于一切法 决定 没有起心动力 决定没有分别 没有这种 这个境界里头 宇宙是一业 法界是一业 整个法界里面 我们今天讲的 侯木相处 平等对待 本来平等 本来侯木 你要再加一个平等侯木 那你就迷了 那叫什么呢 叫知见立直 佛说是无明本 法法居住 一样都不清全 你就是不能加一点意思在里头 他原来就是侯木 原来就是平等 原来就是包容 我们讲这么一大堆 讲仁慈 讲博爱 他本来就是这样的 你说的时候 就变成一点意思 加在里头了 错了 所以这些话了 在九法界里讲 没有问题 在一阵法界里 动这个念头 你就堕落了 可是 凡是 正得 其如一阵法界的人 他再不会起心动你 所以他不会落在 九法界里头 那叫什么 那叫念不退 三不退里头 魏不退 魏不退 你想 小陈徐陀凡 就正得了 这个大乘法里面 此地讲的 信洁菩萨 信洁菩萨是 是信位 初信菩萨 就不退了 就真的魏不退了 行不退 是讲大乘菩萨 绝对不会退堕到二臣 大乘菩萨 永远是 牺牲奉献 不像二臣 二臣 帮助别人 是有条件 大乘帮助一切众生 没条件 换一句话说 绝对不会退到 有条件来帮助人 他是无条件 真正的菩萨 是行不退 正得初度位置 念不退 念什么 起心动念 他不会再起心动念了 还会起心动念 那个不是法身菩萨 还会起心动念 在念佛法门里面讲 他绝对没有道理性 四一心里面 不分别 不执着 是四一心 不起心 不动念 是理一心 这个难 我们一般人 没有法子控制 到不起心 不动念 晚上不会做梦了 做梦是起心动念 这是最容易能够觉察到 你还会做梦 所以你就晓得 这个功夫多么多么难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能够把分别之主 尽量的把他降低 尽量的把他淡化 对我们念佛往生 就有很大的帮助 这种事不能不知道 如果分别执着 太浓了 过分的在意了 对自己修行 对自己修行往生 肯定造成障碍 下下平往生 也暂时 把妄想分别之者放下了 最后的一念 那一念里头没有 与一切法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才能磨成 有一点点 分别执着了 那又回来了 又高六道轮回 你要懂这个道理 你才会明白 像李老师所说的 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他老人家常讲 一万个念佛人 真正能往生的 只有两三个 你就懂得他这个话的意思 那两三个人 是怎么往生的呢 临终最后一念 与世出世今 一切法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他往生了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功夫 一定要在平常 生活当中去做 到临终 你才有把握 你要平常 不用这种功夫 到临终 真的没有把握 所以 佛法 都常讲 持综静粮 讲得很明白了 人 断气之后 呼吸停了 心脏跳动停止了 这个我们一般医学界宣布 这人死了 在佛法里面讲呢 他的 眼而鼻舌身 这个五十 不起作用 但是 第六十 第六十 第七十 阿赖也是 他还在活动 没走啊 他还有知觉 我们一般人不知道 所以 持综静粮里面说的 人断气之后 八个小时 不能碰他 为什么呢 你一碰他的时候 他会感觉到痛苦 他会生烦恼 这个烦恼就是 分别 就是之处 这个念头一起 不能忘神了 最安全的 是十二个小时 到十四个小时 这是最安全的 不要去碰他 这个 在真地 在这个时代讲缘分 现在人生病 多半在病院 病院人一断气之后 马上就移动 放到太平间去 放到冰棍里 就冰起来了 那个冰去 就寒冰地狱 苦不堪言 自己做不了主 天人百步 你就晓得 这个多么恐怖 不能忘神了 真正明白这段事 自己赶早 这个晨早 要做准备的工夫 走的时候 欲知识知 没有病苦 不需要人帮助 这是最高明的办法 知道哪一天走 这种人足 没有中阴 他真的到旧乐世界去了 这里一段期 他那里就去了 所以他这个身体 人家怎么摆 没有关系 他的身世到极乐世界去了 那么有这种功夫的人 我们在这么多年当中 看到不少 听到的更多 我们自己要珍惜 要努力 说个实实实在在 反而是往生的 即使是下下评 往生的 都是累积 修行的成果 不是一生一世 我们今天有心在一起 共同学习这部大经 这是稀有的英语 从这个地方就肯定 你过去深圳 多深多阶 已经累积很多的善根 你绝对不是这一生当中才开始 不可能 那一世 大概我的功夫不够 这肯定 功夫要够了 你早就脱离六道轮回了 你就不可能再来了 当然 累积修行的功夫都不够 或者是 语言不居足 总是有原因的 你没出的权利 这一生当中 的人生 又遇到腹法了 遇到之后 生欢喜喜 这是好现象 希望这一生当中遇到的 你把这个机会掌握住 决定不空空 下定决心 放下万元 一心念佛 求生进度 过去功夫差一点 没关系 我在这一生当中 我勇猛斤斤 可以补足 那就成功了 不能够自暴自弃 一定要勇猛斤斤 慈地的标准 是法身 法身 菩萨的标准 在念佛法门讲 是礼仪心的标准 所以他的话 如果是四一心功夫成片 没有问题 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 礼仪心 那就错了 礼仪心 决定没有分别 分别 都没有 哪里还会有执着呢 执着比分别 这是更严重一层的烦恼 所以你要晓得 分别执着 只害 害得我们 生生世世 不能成就 这一生 要放下 放下的时候 要随便 什么都好 你们说什么都好 我统统没有意见 没有意思 寒酸众生 随习功德 那么再看下面祭祀 这个开头 清凉大师 苏朝里头说 雨季 这个雨季就是后面的九首 文夫菩萨之内 总共讲了十首 前面这是第一首 是凡显 雨季呢 顺显 尽离之夜 皆 上三句观相 下三句观一 这一首季是四句 前面三句 是观相 最后一句 第四句 是观一 礼 我们看第二首 若有知如来 提相无所有 修谢得明了 此人极作福 极是快速啊 清凉大师 清凉大师 告诉我们 说 与众九计 过失一 后面这九首计 每一首计 讲一段事情 切分为四 这就是九首 分为四段 初六 就是第二首到第七首 观福 次一是第八首 是曲求 第九首是观生 观众生 最后一首是了法 明了 驻发 这就是十首计 这个后面九首 分为四段 前面这个六首 第二首到第七首 观众生 那么这首计 第二首 真心 佛菩提信 本来自恐 若有知如来 如来就是讲的自信 从信上说的 这个佛经上 常常用佛用如来 他的意思不一样 说如来 都是从性上讲的 说佛呢 都是从相上讲的 性是体相无所有啊 佛法里面讲 真空 妙有 体是真空 相是妙有 妙有是妙有非有啊 真空不空啊 真空做不空 他会现象 相是妙有 妙有是非有 极相 立相 这个态度就对了 为什么极相立相呢 因为 像是档体 皆空 了不可得 现在 时间到了 这一手机 我们 下一堂课 见着讲 什么人 第2套课 ledge 感谢观看